阿富汗赫布爾的政府和議員辦公室附近發生兩宗爆炸 最少有五隻人喪生 伊朗幾千名哀悼者在星期二參加前總統拉夫桑賈里的喪禮 據泰麥森的研究顯示 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雖然透過乳房X光檢查 被診斷患有乳癌,但受到不必要的治療 有關的治療繼續受到爭議 居住在摩蘇伊士爾東20公里的卡茲爾難民營內的伊拉克難民 在街頭販賣商品,試圖恢復正常生活 國際足協代表決定支持主席欣凡蒂洛的計劃 在2026年將世界杯參賽隊伍 從32隊擴展到48隊 對於新的世界 最有限的